头台一起来关注到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反警暴和歧视的示威活动 在周一继续进行 有示威者在白宫外聚集 被国民警卫队驱散 示威者是在白宫外的公园聚集 举行了和平示威活动 有大批的国民警卫队的队员 在总统特朗普 与白宫发表讲话之前 来驱散人群 根据报道 他们更使用了震撼弹 还有催泪瓦斯 而在国会附近的街道 当天的晚上 有很多人进行了破坏 许多的玻璃窗是被打破的 而警方释放催泪瓦斯 也尝试要把人群给驱散 特朗普已经要求 各州的州长出动 国民警卫队来平息骚乱 如果州长拒绝 特朗普威胁会出动军队